第85一章,忙枕上到二楼,大公子就站在楼道里面 看到曾毅之后轻声说道 老爷子打完牌 有些累,现在睡着了,你跟我进来吧 说完,大公子轻手轻脚地推开小慧客室的门 曾毅跟在后面,也把脚步放到最轻 进了门,就看到老人架鞋靠在一张沙发躺衣里睡着了 身上盖着一张毛毯 令曾毅意外的是 小慧客室里并不是只有老人家一个 在躺椅旁边的沙发上,身板挺直地坐着一位老者 两手撑在一根拐棍上,看到大公子和曾毅进来 老者也不起身,只是朝大公子微微一点头 曾毅只瞄了一眼 便对这位老者的身份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这应该也是一位老将军级别的人物了 而且很受老人家信任 否则怎么可能在老人家休息的时候 还能待在这间屋子里呢 要知道,卧榻之侧岂能他人寒睡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不过,曾毅并没有认出这位老者是谁 要说曾毅在翟老那里见过的老将军也不少 可从来没见过眼前这位 大公子便把曾毅领到老人家的跟前 俯下身看了一下老人家的情况,就没有唤醒他 而是朝曾毅招招手,是一曾毅就这样给老人家把个脉 曾毅左右看看,搬起一张小凳子,轻轻放在老人家的躺椅旁边 然后坐下去,小心翼翼地掏出老人家的手搭了个脉 坐在那里细细地枕了起来 两只手的脉都摸过,曾毅就站起身,是一大公子自己已经整完了 大公子朝屋里的老者一点头,准备告辞带曾毅离开 谁知此时老者突然放开拐棍,朝曾毅一招手 然后把右手放在了沙发的扶手上 这架势,分明是要曾毅也帮自己把个脉 曾毅一愣,就看向了大公子,他不知道这位老者的来意 哪敢随随便便出手,万一弄出岔子,可就不好收场了 大公子却朝曾毅点了个头,这就是同意了 曾毅这才搬起小凳子 又朝那位老者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 既然大公子表了态,那曾毅也就没有什么顾虑 不管诊出什么,都有大公子来承担 和刚才一样,曾毅静静坐在那里 仔细把过老者的两只手腕 然后什么也没有讲,只是站起了身子 大公子看曾毅整完了脉 又朝那位老者一点头,便领着曾毅轻轻地走了出去 和上门,大公子什么也没讲 带着曾毅下楼,然后进了一间小书房 曾毅跟在后面,心道,这倒是自己行医生涯中一次比较特殊的经历 自己见到了老人家,却一句话也没讲 非但如此,整个枕脉过程中,所有人也都没有讲话 就像是一出雅剧 只是曾毅对旁边那位老者的枕脉要求,有点感到奇怪 自己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自己,什么情况也不讲 这枕的是哪门子脉啊 关上小书房的门,大公子随意往书桌里面的椅子里一坐,是以曾毅靠近些讲话 曾毅便坐在了书桌对面的一张椅子里,顺便打亮了书桌上的摆设 看样子,这应该是大公子自己的书房 情况怎样? 大公子道了一声,这自然是问老人家的身体情况 曾毅便道,老人家的情况最近保持得很好 没有什么大碍,但药还得坚持吃,方子我再调整一下 大公子便点了点头,自从吃了曾毅的药 老爷子这一年倒是没病没灾,以前常年相伴的一些小病痛 也都没有发作,饭量和精神都比以前好了很多 看来曾毅这小子确实是摸到中医的门槛了 这次既然曾毅来了,大公子自然要让曾毅给老爷子再把把脉 曾毅就掏出笔,从大公子的书桌上抽出一张纸 坐在那里斟桌片刻,写出个方子 其实人到了老年,就是与病为伴,与药为伍的过程,老人家也不例外 结果方子看了一遍,大公子便把方子收进了抽屉,然后又看着曾毅 曾毅就知道这是要问另外一位老者的情况 便道,那位老者也没有什么大碍 身体保养得很好,只是有一件事要特别注意 大公子便看着曾毅,等着曾毅的下文 刚才大公子就在一旁,那可是完全的 盲诊,曾毅不知道那位老者的情况 老者也没有讲是因为什么要把脉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一把脉 曾毅到底能诊出什么,大公子对此十分感兴趣 所以他也没有透露半分老者的情况 曾毅便伸出一指,指着自己左边胸腔的一个位置 接着说到 在那位老者身体的这个位置 心跟肺之间,应该是有一个不属于身体的东西存在 这个得非常注意 大公子脸上表情不变,心里却感到十分惊讶 他非常的清楚知道,那位老者的心跟肺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东西 是卡了一块蛋片,可这也能通过把脉知道吗 这曾毅简直是透视眼啊 情况很严重 大公子问道 曾毅便道,眼下倒不严重 只是到了明年春天的时候,那个东西可能要发作 有些凶险 大公子微微点头,把这个事情记下了 他相信曾毅不会随便乱说的 这肯定是有一定的把握 仔细想了一下,曾毅又道 那位老者有点轻微的孤独症 家属多陪伴会有好处 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了 大公子又是一惊 要是曾毅说别人孤独 大公子也就是随便一听罢了 到了这个岁数的老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孤独 可曾毅却郑重其事地讲那位老者有点孤独 这就让大公子有点吃惊了 因为比起其他老人 刚才老者的的确却是孤独 而且是非常孤独 这就让大公子想起了一件事 那就是南江省的组织部二部长事件 当初顾明夫在高升之前喜难自意 让曾毅把脉给断了出来 绝对称得上是神奇 这么一看,难道人的情绪还可以真的能反映在脉象上 曾毅能够看出那位老者的心扉之间存在义务 这已经让大公子很惊讶了 现在竟然还能看出老者的孤独情绪 这都让大公子有点震惊的感觉了 需不需要用药 大公子问道 曾毅摇了摇头 道 想来应该是那位老者平时有针对性的服药 情况并不严重 大公子心里不得不佩服 曾毅的医术确实有点太玄奇了 那位老者平时确实在服药 而且已经坚持多年了 给老者开药方的人也不是普通医生 而是大国手 在小书房里 跟大公子又聊了一回老人家的保健情况 曾毅便起身告辞 龙青泉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曾毅不能在外面滞留太长的时间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也解决了 曾毅也就准备赶回京城医院去 看着曾毅离开 大公子站在那里想了一会 然后背着手 抬不朝楼上去了 回到京城医院的时候 天已经全黑了 曾毅还了车 就匆匆赶到监护室 龙美心正站在监护室的外间 看到曾毅回来 便道 你回来了 事情办得顺利吗 曾毅点点头 道 都办完了 出来这么久 中化室那边没有什么问题吧 龙美心淡淡笑了一下 问道 他看曾毅今天急匆匆离开 还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 曾毅摆摆手 道 局里一大帮子领导 少我一个照样转 没问题 龙美心听曾毅这么讲 才放下心来 道 晚饭吃了没有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还给你留了饭 曾毅一摸肚皮 道 饭还真没有吃呢 那我去给你热热 可能有点凉了 龙美心就急忙说道 然后准备到隔壁去拿饭 曾毅道 不着急 我先去里面看看龙鼠掌的情况 那你一会出来吃 龙美心道了一句 人已经走了出去 曾毅拿起挂在旁边的白大褂披上 就进了里面的监护室 今天的事情办得出乎意料的顺利 竟然让曾毅到现在都没有感觉到饿 曾毅回来了 一进监护室 王副院长就向曾毅打了个招呼 曾毅点头 道 龙鼠掌今天情况如何 王副院长道 一切稳定 持续好转 只要不再出什么意外 我看很快就能苏醒了 曾毅上前看了看监护仪器上的数据 然后又拔了把脉 情况确实是在好转 现在龙青泉的脉象已经平稳有力 不再像之前那样虚弱无力 摸都摸不到 不出意外 这一两天应该就可以苏醒了 话是这么讲 但龙青泉一天不苏醒 曾毅这颗心就得在空中悬着 查看了一遍 确认龙青泉情况很好 又检查了一下用药记录 一切都按照既定的方案在进行 曾毅也就放心了 对王副院长道 王院 今天路上赶得急 我饭还没吃呢 等吃完饭 我来换你休息 王副院长笑着摆手 道 去吧 你快去吃饭吧 这里有我呢 曾毅出了监护室的门 就看到龙美心手里端着个汤盆走了进来 烫得连脚步都变快了 外间的办公桌上 已经摆了好几样菜 我来 曾毅快走一步 接过了汤盆 道 哪有你这样端汤的 龙美心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道 没找到电手的 你趁热吃吧 曾毅也没客气 看到龙清泉情况平稳 他还真感觉有点饿了 当下把汤盆放下 就坐在桌边准备开饭 手刚提起筷子 王副院长从监护室冲了出来 道 快 快快 曾毅你快去看看 龙叔长好像要醒了 话音刚落 曾毅一下站起身 蹭得就朝监护室走去 手里的筷子都忘了放下 龙美心一愣 然后也跟着跑了进去 脸上瞬间有些激动与兴奋 第八五二章 苏醒 进了监护室 就看到仪器屏幕上显示的脑电波活动 十分活跃 躺在床上的龙清泉眉头紧皱 嘴角不时抽动 两只拳头也紧紧捏了起来 似乎是在做着某种挣扎 曾毅上前又摸了一下脉 沉声道 确实有清醒过来的迹象 龙美心大喜道 我去通知妈妈 说完 龙美心转身又出了监护室 王副院长站在病床前搓着手 脸上也是抑制不住的喜悦 只要龙清泉能够醒来 那么就可以宣布彻底摆脱了生命危险 同时也意味着 京城医院此次的抢救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为此次抢救工作的亲历者和负责者 王副院长感觉非常自豪和幸运 这将是自己从医生涯的一个巨大辉煌 同时也是更加辉煌的新起点 很快 罗锦鱼来到了监护室 上前看了一下龙清泉的情况 问道 小曾 这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曾一道 目前情况很好 我想龙书长随时都可能清醒过来 王副院长也在一旁点着头 道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和坚持都没有白费 现在终于看到了龙书长苏醒的希望啊 龙美心很紧张 上前紧紧抓住罗锦鱼的手 看看龙清泉的情况 又看看仪器上的数据 他只希望自己父亲能够赶紧清醒过来 龙清泉就那样挣扎了有十多分钟 最后却没有清醒过来 随着脑电波活动的变弱 他紧握的双拳也慢慢松了开来 王院 我写个方子 你让人马上去抓药 曾一一看这个情况 立即决定进行干预 龙清泉已经完全具备了苏醒的条件 只是昏迷的太久 导致他难以醒过来 今天这么剧烈的脑电波活动 如果还是难以苏醒的话 那么后面苏醒的就会更困难 王副院长点着头 脸色也凝重了几分 看来自己高兴得有点早了 曾一毫不含糊 立即拿出纸笔写了一个方子 这是一剂强力粗苏醒的药 交给王副院长之后 曾一就掏出白大挂里的针灸袋 开始为龙清泉试针 他准备双管齐下 务必要让龙清泉今天就能够苏醒过来 王副院长便拿着药方出门 让人抓来药 然后亲自在外面煎药 这段时间下来 他已经快成半个中药师了 不光会煎药 而且对十几种中药 也有了极强的鉴别的能力 曾一试完针 王副院长的药也剪好了 用一个小碗成好断了进来 等着记药灌下去 龙清泉本来已经变弱的脑电波活动 再次变得剧烈了 人也又变成了那副挣扎的模样 龙美心看着仪器上的变化 又看到曾一和王副院长忙碌的样子 仙音早就提到了嗓子眼 只把罗锦鱼的手都捏出了几道鱼 他很想问问曾一情况到底如何 但还是忍住了 他相信曾一会尽力的 龙署长 千万要加把劲啊 王副院长急得都在龙清泉喊加油了 道 只要闯过这一关 后面就一马平穿了 老龙 老龙 罗锦鱼也在龙清泉的耳边轻声呼唤 道 别睡了 你睡太久了 龙美心放开罗锦鱼的手 过去捧起龙清泉的右手 脸颊轻轻地贴上 在心里为自己的父亲默默地鼓励 眼泪无声地滑落 只有曾一冷冷地站在病床前 手里捏着最后一根银针 眼睛紧紧地盯着龙清泉的每一个变化 如此三四分钟之后 就在龙清泉眉头拧得最紧的一刹那 曾一的那根银针出手了 又快又稳 一下针在了龙清泉的头顶正中央 呼 龙清泉的眉头顿时舒展 鼻孔里长长地出着气 脸上的表情也开始发生变化 好像是做了一个非常久的梦 让人感到很累很累 又好像是迷途的旅人终于找到了方向 由衷地感到浑身轻松 老龙 老龙 罗锦鱼立刻又呼唤了两声 龙清泉听到呼喊 很多天没有动过的眼皮子发出轻微的抖动 似乎是在很努力地睁开眼睛 老龙 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吧 罗锦鱼也观察到了龙清泉的这个变化 又追问了一句 整个人都快贴到了龙清泉的脸上 曾一此时俯下身 道 龙书长 我知道你能听到我的声音 现在请跟着我的节奏 我数三个数 你就睁开眼睛 说完 曾一伸出一根手指 在病床的冰冷护栏上重重敲了一下 发出当的一声 与此同时 嘴里喊道 一 再敲一下 曾一又喊了一声二 不知道昏迷中的龙清泉是什么感觉 但现场的几个人 在听到曾一喊数之后 心全都提了起来 齐齐注视着龙清泉 只等曾一喊下最后一个数字 就能看到龙清泉清醒过来 三 曾一喊出这个数字的同时 右手食指重重敲击在病床上 声音刚落 病床上的龙清泉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 竟然真的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老龙 老龙 罗锦鱼在这一刻也是喜极而泣 一边喊着龙清泉 一边伸手抹了一下脸颊上的泪珠 呼 龙清泉又长长地输了口气 眼珠子这才慢慢地转动了起来 斜眼看了半天 他终于认出了罗锦鱼 右手挣扎着抬了一下 不过很快又无力地垂了下去 我在这里 罗锦鱼就抓起龙清泉的右手 道 老龙你要想什么 我在这里呢 不 不要告诉 告诉美心 龙清泉发出极其轻微的声音 只有几个字 却讲了很长的时间 像是耗费了很大的力气 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罗锦鱼在内 都没有听清楚龙清泉到底在讲什么 罗锦鱼把耳朵直接贴到了龙清泉的嘴边 道 老龙 你要讲什么 龙清泉却无力地闭上眼睛 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 像是在积攒着力量 两久之后 他道 别 别让美心回来 别让美心回来 一连重复两遍 不仅是罗锦鱼 现场的人全都听清楚了 龙清泉说的是别让美心回来 爸爸 龙美心唤了一声 随即就放声哭了起来 龙清泉苏醒过来的第一句话 让龙美心的眼泪再也止不住 当年出国的时候 龙美心是带着对自己这个家族 以及父亲的极大怨恨走的 而今天龙清泉的这句话 让龙美心明白 父亲其实是多么的在乎自己 曾义的心里也是无限唏嘘 不管龙清泉是经过生死大劫之后大车大悟 还是一直都在维心面对龙美心的婚事 但今天的这一句话 足以让曾义感觉这么多天的辛苦 是没有白白付出的 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抢救回来的人 并非是那么无可救药 龙清泉说完那句话 便又恢复了之前昏迷时的模样 静静地躺在了病床上 任罗锦鱼和龙美心怎么呼唤 龙清泉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罗锦鱼呼喊了多次 没有得到龙清泉的回应 就又抬头看向曾义 道 小曾 这 曾义摸了一下龙清泉的脉 道 没事 龙叔长已经苏醒了 这次是真的睡着了 等身体休息过来 人自然就醒了 放心吧 龙叔长已经没有大碍了 剩下就是恢复的问题了 罗锦鱼听了曾义的话 这才心中大定 拿出手帕擦掉泪珠 他站起身对曾义道 小曾 这次美心他爸能够大难不死 都是你全力抢救的结果 我 曾义没等罗锦鱼说完 便摆了摆手 道 龙叔长能够苏醒过来 我的心里也松了口气 总算可以对美心有个交代了 龙美心双眼带着一层水雾 静静地看着曾义 只是心里却不那么平静 曾义这个家伙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让你不能不爱 无法忘记 只有王副院长还在一旁纳闷 他不明白 龙青泉清醒过来之后 怎么会讲那么一句奇怪的话 为什么不让龙美心回来呢 龙青泉的苏醒 让曾义多日紧绷的神经 终于放松了下来 吃过龙美心再次加热后的晚饭 手里的筷子刚放下 曾义就那样靠在椅子上 沉沉地睡了过去 王副院长唤了好几声 都没有把曾义给叫醒 最后善善道 这段时间曾大夫太累了 几乎就没好好的合过一次眼 铁打的人也撑不住 罗锦鱼又掏出手帕 抹了抹眼底的湿润 曾义这段时间付出了多少辛苦 他全部都看在了眼里 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做到曾义这样 也没有一个朋友能够曾义这个程度 就是血浓于水的亲人 也都做不到 龙美心拿了一张毛毯 盖在了曾义的身上 道 今天晚上 我来照顾曾义吧 罗锦鱼没有说什么 只是心里微微叹息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王副院长左右看了看 好像也觉得自己有点多余 便又进了监护室 监护室的外间就只剩下曾义和龙美心 龙美心坐在曾义的对面 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曾义 仿佛那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物件 看一眼也满足 怎么都看不够 就想这样一直地看下去 曾义这一觉睡得非常沉 等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而曾义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得到龙青泉苏醒消息后 特地赶到医院的龙长星 第853章 要求 我大哥醒了 龙长星走近了就问着罗锦鱼 罗锦鱼点了点头 道 昨晚醒了有一小会 然后又沉沉睡了过去 到现在都没有醒 醒来就好 醒来就好啊 龙长星搓着手 长出一口气 道 我这颗悬着的心 终于是可以放下了 家里老爷子得知这个消息后 一早就要来医院看大哥 让我给拦住了 千万别让老爷子再折腾了 罗锦鱼赶紧说道 龙长星点头 道 大哥能够醒来 家里上下都很高兴 也都希望大哥能够尽快恢复 曾义此时完全清醒了 他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坐在椅子里睡了一个晚上 这段时间实在是太累了 搓了搓连 曾义站起身 顺手收起身上的毯子 曾义 你醒了 罗锦鱼看曾义起来 便道 美心去为你准备早餐了 你洗漱洗漱 等会就可以用饭了 龙书长清醒过来 我这心神一松 就睡得太死了 曾义不好意思地解释了一下 道 我先去看看龙书长的情况吧 说完 曾义转身朝监护士走去 罗锦鱼和龙长星跟在曾义的后面 也进了监护士他们也想看看龙青泉现在的情况 曾义进来先看了一眼监护仪器 龙青泉各项生命特征都已经稳定了下来 在没有之前的那种剧烈波动的现象了 脑电波活动强度也和正常人一样了 上前摸了摸脉 曾义道 情况很好 龙书长已经从昏迷中彻底苏醒过来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是不会再有什么生命危险了 神志方面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 但因为此次所受的外伤实在太重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 而且也很难恢复到受伤之前的状态了 这一点也希望你们能够有所心理准备 罗锦鱼点了点头 这次龙青泉能够保住生命 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要不是曾义赶到京城 获出一切去进行抢救 他此时龙青泉早就被京城医院宣布挠死亡了 所以不管龙青泉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 罗锦鱼都很满足 龙长兴倒是讲了一句 道 话虽如此 但还是要请曾大夫和京城医院的专家们 多想想办法 尽最大的努力促使我大哥恢复健康 旁边的王副院长便点头说道 这一点请龙书记尽管放心 我们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吗 和曾义不同 王副院长昨晚是一宿都没有睡着 他很兴奋 之前军总医院 协和的专家也都看过龙青泉的情况 习习表示无能为力 可龙青泉现在不但被救火了 而且成功苏醒 王副院长更是全程参与了抢救 凭着这个病案 王副院长的前途是形势一片大好啊 曾义则只是无了一生 没有回应龙长星的这句话 该曾义尽力的地方 曾义从来都是尽全力的 这并不需要说出口 可能是听到了屋子里的动静 并床上的龙青泉做出了反应 他的眉头微微一皱 似乎有醒来的迹象 曾义便往王副院长的身后站了站 避开龙青泉视线能及的地方 曾义很清楚 昨晚龙青泉的清醒 只是大脑的苏醒 但不能算是一时的苏醒 而经过这一晚的休息 龙青泉再次醒来的时候 那就是整个人都清醒了 曾义知道自己并不是龙青泉想见到的人 所以干脆就躲了躲 免得龙青泉清醒过来一睁眼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自己不想见到的人 那得多闹心 他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天晓得谁会不会给其出个好歹来 王副院长也发现龙青泉的这个变化了 便俯下身轻轻唤道 龙鼠掌 龙鼠掌 老龙 老龙 罗锦鱼也跟着唤了两声 龙青泉听到呼唤 眼皮子就开始抖动了起来 过了大概有十多秒 眼睛终于张开了一条缝 用缝中的余光打量着屋里的情况 老龙 你醒了 罗锦鱼靠近了很多 拉起龙青泉的右手 喜极而气 道 你终于醒了 这些日子可太让人担心了 龙青泉的眼缝越睁越大 最后睁开了一半 嘴唇微微抖动 像是要开口讲话了 老龙 你是不是想喝水 罗锦鱼问了一句 便要伸手去拿旁边柜子上的水杯 龙青泉则是微微一摇头 嘴唇终于张开 道 我 我躺多久了 罗锦鱼拿手怕湿掉眼底的泪 道 前前后后 你睡了有二十天了 二十天 龙青泉重复了一遍 双目盯着头顶的天花板 似乎是在努力回想这二十天的情况 但最后发现这是徒劳 这二十天的记忆完全是空白 他轻轻叹道 好久啊 是好久啊 龙长星此时来到病床前 喜道 大哥终于醒了 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你是不知道 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担心坏了 不过现在好了 好了 龙青泉认出了龙长星 右手睁搭着抬了一下 道 老爷子还好吧 好好 大哥现在什么也别想 就是好好养伤吧 龙长星抓住龙青泉的那只右手 轻轻地拍了几下 龙青泉的气力不足 连续呼吸几次 终于又攒了一些力气 道 我受伤的是 别让老爷子知道 龙长星点着头 道 好好 听大哥的 龙青泉这才放心 那右手不再使力 软软地又回到床上 道 睡太久了 太久了 大哥你现在都有什么感觉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龙长星关切地问着 道 可不可 饿不饿 要不你喝口水吧 龙青泉还是微微摇头 道 不可不饿 就是累 龙长星便道 那就好好休息 等休息好了 智商也就好一大半了 龙青泉可能是真的很累 听了龙长星这话 眼睛便又闭了起来 似乎是想继续睡觉 龙长星看了罗锦鱼一眼 见罗锦鱼没有要问龙青泉话的意思 便道 大哥 那你就接着休息吧 要是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你就对我讲 我就在病房外面守着 说完 看龙青泉半天没有回应 龙长星便直起身子 帮龙青泉 植好被子 然后准备带着大家都到病房外面去 好让龙青泉安静地休息 长星 龙长星刚刚转过身 病床上的龙青泉突然又喊了一声 我在呢 龙长星就赶紧回身 应了一声 龙青泉睁开眼睛 双目紧紧看着龙长星 道 有一件事 我要跟你商量 大哥你讲 龙长星就又俯下身凑进龙青泉 龙青泉道 等养好伤 你陪我走一趟 我要亲自登门去向邱老道歉 美心和邱大军的婚事 我看还是算了吧 龙长星的脸上便闪过一丝意外 道 大哥 你这是 龙青泉说完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沉默两久之后 道 经过这一切之后 我只想让美心回来身边 然后好好的陪他一段时间 龙长星脸上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看不出他对于龙长星这个要求 心里到底是如何想的 但他答应得很痛快 道 好大哥你先休息吧 等养好了伤 我们再细细地商量 龙青泉听了龙长星的话 一眼凝质两久 然后叹息一声 不再讲话 龙长星直起身子 再次招呼一声 领着大家就往监护室外面走 刚出门 就看到龙美心回来了 手里拎着一个保温筒 看见龙长星在 龙美心便要开口打招呼 道 二 曾一一听便赶紧朝龙美心打眼色 示意龙美心不要讲话 这里跟监护室只有一强之格 可别让龙青泉再听到了 龙青泉现在是清醒了 可这二十天的经历对他来讲 根本就是半醒半睡间的一场梦 他现在还不确定龙美心已经回来呢 真要让龙青泉知道龙美心已经回来了 搞不好还要再生出什么变故来呢 罗锦鱼随即也反应过来了 没等龙美心打完招呼 便立刻打断 道 我们出去讲话 说完 罗锦鱼快走一步 一把按住了龙美心 龙美心还没回过神来 就一脸诧异地被罗锦鱼推出了监护室的外奸 龙长星背着个手 还是之前那副表情 根本看不出心里是什么想法 他跟在罗锦鱼的后面 慢慢地躲了出去 曾一拖在后面 拦住了准备也到外面去的王副院长 小曾 你有事 王副院长看着曾一 不知道曾一拉住曾一要讲什么 曾一点点头 道 刚才龙署长的情况王院也看到了 为了保证恢复的情况 我建议暂时采取封闭治疗的措施 等龙署长意识完全恢复 情绪再稳定一些 那时候再允许外人前来探视看望 王院觉得如何 王副院长先是有点意外 随即就点了头 道 就按你说的办 现在龙青泉好容易被抢救了过来 王副院长自然也不想看到功亏一篑的情况发生 暂时采取封闭治疗的措施 还是很有必要的 免得谁来看望探视的时候 再次寄到了龙青泉 第854章 保重 得知龙青泉苏醒 很多人有来医院看望 不过都被挡在了监护室的外面 看龙青泉情况彻底稳定下来 曾毅也打算回东江去了 出来将近一个月 是该回去露个面了 免得军心又开始不稳 反正曾毅现在也不进监护室 封闭治疗 把他这位主治医生也给排除在了外面 花了两天的时间 曾毅根据龙青泉苏醒后的实际情况 联合王副院长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康复计划 龙青泉这次受的外伤非常严重 多处骨折 多个脏器受伤 加上昏迷时间太久 想要恢复到受伤之前的状况 非常难 不但需要很长的时间 同时也需要包括药物 针灸 理疗等多种手段的配合来进行治疗 好在是京城医院在创伤恢复方面的实力 是一流的 加上曾毅的补充 龙青泉的康复计划 已经是做到了目前能达到的最好水平了 并好康复计划 曾毅就准备离开京城医院 庞乃杰这时候却到京城来看望龙青泉 曾老弟不愧是神医 庞乃杰看见曾毅 就挑起个大拇指 道 我龙伯伯这次能够化险为夷 都是曾老弟的功劳啊 曾毅摆摆手 道 主要是龙叔长的意志非常坚强 否则再好的医术也没用 庞乃杰便往监护士的方向看了 看 道 龙伯伯现在的情况怎样 人已经是苏醒了 至于具体情况怎样 这得去问王府院长才能知道 曾毅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警符 道 我的任务是抢救 现在龙叔长苏醒了过来 我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治疗由京城医院全权接受 庞乃杰后面的话就没法开口了 他本来想跟曾毅商量一下 看能不能进监护士去看看龙青泉的情况 可没等开口呢 曾毅就先挑明了 现在连曾毅也不能进监护士了 庞乃杰的这个打算便落了空 这个安排可不太合理啊 如果有你的参与 我相信龙伯伯会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康复 庞乃杰便说道 曾毅摊开手 苦笑道 三哥你肯定也知道 龙叔长清醒过来最不想见到的人 我曾毅肯定是一个 我想还是不给他老人家添堵了 免得影响了他的敬仰 可 庞乃杰自嘲一笑道 格 那我也打到回府吧 龙伯伯不想见到的人里面 我也有一份啊 只要知道他老人家情况良好 我也就放心了 哈哈 曾毅哈哈笑着 庞乃杰这话倒是没有讲错 龙青泉最不愿意见到的两个人 眼下就都站在了监护室的门口 庞乃杰位列第一 曾毅顶多也就排第二罢了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庞乃杰问道 曾毅便道 今天就回了 家里一大摊子事 还等着我回去收拾啊 庞乃杰笑了笑道 我那边也是一天好几个电话的催 平时在家 也没见有多重要的事 这一出门 替代的小事也变得重要了 你说邪护不 曾毅便道 有电话是好事 真要是没有电话来催 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庞乃杰哈哈大笑 这倒也是 有电话三番两次来请示 这说明你非常重要 下面人的紧紧围着你的指挥棒在转 真要是出门半月都没有一个电话来催 那说明你在单位已经靠边站了 属于是可有可无的空气人物了 这才是大悲哀呢 不过话说回来 曾老弟这次去干公安局长 我觉得不太明智啊 庞乃杰突然话锋一转 看着曾毅说道 仕途上的每一步都很关键 都需要慎重啊 曾毅明白庞乃杰的意思 这就跟当时自己到京城医院担任院长助理一样 你从管委会主任到院长助理非常容易 可要从院长助理到管委会主任 却是千难万难了 现在当了公安局长 进入公安口容易 将来想要出公安口 怕事就不容易了 仕途上想要走得更高 最好的捷径 就是从各层政府的一把手 一级一级往上走 就算干不到一把手 也要争取待在领导班子里 而像曾毅现在这样突然一下跳到公安口 在很多人看来 就是走了弯路 因为你最后还是要业务部门 回到政府综合管理部门去 谢谢三哥的提醒 曾毅脸上带着淡淡的苦笑 道 我也是身不由己呢 组织上让我做什么 我只能服从 其实我哪有什么干公安的经验 这次完全就是赶鸭子上架 庞乃杰看曾毅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他跟曾毅闲聊了两句 过去向罗锦鱼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告辞离开了医院 到了楼下 古浪又在等着了 车子宰伤庞乃杰出了医院 古浪问道 三哥 情况如何 庞乃杰沉饮片刻 道 没见着龙鼠掌 古浪有些意外 道 曾毅不肯帮忙 庞乃杰摇了摇头 道 这倒不是 古浪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上次找过邱大军之后 邱家就去找老人家提宝梅的事情了 是邱大军的亲生父母去提的 邱老之后也去找过老人家 可很多天过去了 老人家却没有一个答复 今天庞乃杰去看龙青泉 就是想去探探情况 如果这时有进展 龙青泉也一定会知道 那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古浪问道 不算好 也不算坏吧 庞乃杰道了一声 老人家那边没有表态 这让庞乃杰很意外 俗话讲 宁差十座庙 不悔一门婚 按道理讲 宝妹这种锦上添花的事 只要邱家上门去提 老人家一定会答应的 更何况还有邱老的面子在那里摆着 老人家和邱老也不是一般的关系 可令人意外的是 老人家这次却偏偏没有表态 而上门去提此事的邱将军夫妇 甚至连老人家的面都没有见到 这让庞乃杰感到很郁闷 自己已经算计过无数次了 可为什么明明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呢 好在还有一件令人感到不坏的消息 那就是曾义现在也见不到龙青泉 这说明龙青泉的主意没有改变 古浪完全听不懂庞乃杰的话 只得问道 那接下来怎么办 庞乃杰只讲了一个字 道 等 既然邱家提了这件事 那老人家迟早总会给个答复的 决定权在老人家那里 自己现在就只能是等了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老人家真的身体不适 无法接见上门的邱将军夫妇 更无法来保这个没了 近年来关于老人家的健康 一直是众说纷纭 以至于谣言四起 空学来风 并非无音 老人家身体不适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想到这里 庞乃杰决定去找自己老丈人龙长兴 去谈一谈这事 他心里实在有些懊恼 自己千算万算 唯独没有算到老人家的身体 庞乃杰离开京城医院之后 曾义收拾一下东西 也去向罗锦鱼辞行 路上小心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回到东江后好好休息一下 罗锦鱼向曾义叮嘱着 然后看向龙美心 道 美心 你去送送曾义吧 龙美心点了点头 朝门外走去 这次回来父母态度的改变 让龙美心一下轻松了不少 两人下了楼 罗海涛已经等在楼下了 看到曾义出来 就退门下车 抢过曾义的包放进了后备箱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要讲 就抓点紧 罗海涛笑得很是促侠 还装模作样的看了一下表 道 一个小时够不够 不够的话两个小时 以前罗海涛要这么讲 龙美心肯定狠狠的要瞪他一眼 搞不好都要动手 这次却只是淡淡看了一眼 道 你什么时候能长大 罗海涛讨了个眉趣 黑黑笑着摸了摸鼻子 道 曾义哥 我到车里等你 说完 这小子拉开车门上车 合上车窗 好了 就送到这里 你上楼去吧 曾义朝龙美心笑笑 道 阿姨一个人在上面 怕是很难照顾过来 你多打把手 龙美心点了点头 道 我知道了 说完 就那么看着曾义 曾义想了想 突然又道 回来了 就不要再走了 龙美心先是一致 随后重重的点头 道 不走了 曾义笑了笑 伸手在龙美心的刘海上刮了一下 道 开心点 龙书长很快就会恢复健康呢 我知道 龙美心深深吸了口气 道 你多保重 都保重 曾义道了一句 又看了龙美心一眼 然后转过身 朝罗海涛的车子大步走了过去 罗海涛等曾义上来 问道 不等我姐上楼再走 走吧 曾义道了一声 真要等龙美心上楼再走 那怕是今天就走不成了 车子缓缓离开京城医院 罗海涛道 对了 曾义哥 我刚才来的时候 在楼下碰见龙乃杰了 曾义点了一下头 这个事情他知道 龙乃杰刚才就是从楼上监护室门口走的 我在车里坐着 龙乃杰没有看到我 罗海涛接着说道 我看见龙乃杰从楼里出来 然后坐上古浪的车子走了 第855章 是金石 古浪 曾义看着罗海涛 有些意外 罗海涛很确定地道 是 我认识古浪 前段时间还一起吃过饭呢 曾义微微一点头 无了一声 不知道在思索什么 罗海涛并不知道曾义和古浪 庞乃杰之间的过节 继续神神秘秘地说道 听说古浪的生意做得挺大 在国外也有点路子 不少人都把自己在外面的钱财 交给古浪来搭理 或者在古浪的公司有股份呢 曾义有所明误 难怪古浪这个不入流的是家子弟人脉 会如此宽广 原来是和很多人有利益相关啊 看来古浪这个人还很重要 手里怕是握着不少人的秘密呢 罗海涛说起古浪 还颇多羡慕 因为古浪确实比他混得开 也混得好 只是提起庞乃杰 罗海涛又换了一副狠狠的口气 道 也不知道庞乃杰怎么跟古浪混到一块去了 庞乃杰这个人不厚道 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曾义突然道了一句 罗海涛没有那份悟性 琢磨了一路 等看见机场的航站楼了 他才明白曾义那八个字的意思 这是在提醒自己 不要跟古浪走得太近 庞乃杰是个不厚道的人 那古浪跟庞乃杰搅在一块 自然也很难是什么厚道的人 这就叫做人以群分 曾义哥 我就送你到这里了 罗海涛把曾义送到机场安检口 然后把手里提着的包递给曾义 跟曾义道别 罗刚永平时管得严 很少对罗海涛有行驶特权的时候 不是很紧急的事情 罗海涛根本没能力把车子开到机场停机坪上去 龙署长那边有什么情况 就及时通知我 曾义说道道 京城医院那边我已经交代过了 如果能抽出时间的话 我会再来看看的 罗海涛笑着点头道 有什么情况 我让美心姐通知你 曾义呵呵一笑道 你也别笑 等再过两年 家里给你张罗婚事的时候 有的你头疼 罗海涛果然头疼了 哪用得着再等两年 自从老爹罗刚永高升之后 就有人开始张罗这件事了 明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偏偏就有人喜欢做这个强扭瓜的事情 让罗海涛着实头痛不已 回到中化 已经是天黑了 曾义终于是睡了个安稳觉 这些天在京城医院 曾义都是在监护室里合一而睡 都快忘记床的滋味了 第二天起床 曾义只感觉神清气爽 洗漱完毕 就到局里去报道 刚进办公室坐下 办公室主任汪洪一后脚就到了 喜道 局长 您回来了 曾义点点头 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示意汪洪一坐下讲话 道 我出去的这段时间 局里的各项工作都顺利吧 汪洪一便会报道 这个月的治安情况出来了 经统计 我是到抢事件的发案率进一步下降 设立治安等级区域的事情 已经通知到各个下属单位 根据现有派出所的行政区域划分情况 再结合具体的实际 经过多次协调 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方案 只等局长你拍板后就可以进行实施了 说着 汪洪一就把一份方案放在了曾义的桌上 曾义打开看了看 里面是一张中化式的治安行政地图 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着目前各个派出所的辖区情况 以及经过重新调整之后的新划分方案 总体来讲 没有什么大的分变动 只是把过去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趁这次的机会进行了修正 今后中化式将在不会出现三部管 或者是一条街道归两个派出所各管一边 又或者是一片商业区归多个治安部分共管的情况了 新的划分方案 每个区域的划分都很简洁明了 极好辨识 不但方便群众弄清楚自己所在区域的治安主管部门是谁 也便于治安部门彼此之间明确责任 曾义也打不破目前的治安派出机制 他对权势各个派出所的分管区域进行微调 目的是为了确保新的治安区域不存在管理混乱的情况 等了半天 不见汪红义继续回报 曾义便知道自己出去的这段时间局里很太平 很多人怕是还没从上次的突袭行动中会过神 而旁东海吃了亏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时半会也很不敢搞什么花样了 盯着地图又看了几分钟 曾义便指着地图上的一处 道 去这里看看 当红义凑过去一看 发现曾义指的地方 是中化市的火车站区域 这可是中化市治安的老大男了 其实不仅仅是中化市 放在全国各个城市的车站码头 都是治安非常混乱的地方 每天流动人口大 车水马龙 加上外来人口多 造成了很多治安上的不便和困难 同时也容易滋生各种犯罪 尤其是针对外来人员的欺诈犯罪 好 我马上去准备 汪红义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刻起身出门去背车 他知道曾义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三分钟后 曾义来到楼下 已经换上了一身便装 汪红义也脱了警服 同时调来一辆普通牌照的车子 车子驶出是去大院 往东边一拐 走了没多久就到达了中华市火车站附近 中华市是经济大势 中小企业遍地 每年从全国各地来中华市打工的人非常多 中华市火车站每日的客流量 比西部很多省会城市的客流量还要大 在火车站的对面便是中华市汽车客运站了 这里有发往全国各地的班次 中华市客运站的规模 甚至还要超过云海市 火车站和客运站挤在同一块地方 就让这片区域内的人流量更大了 治安工作实在不容乐观 让司机把车子停在稍远的地方 曾一下车和汪红义往车站方向步行前进 越往里面走 人就越多 道路的两边挤满了许许多多的小饭馆 还有就是贴满了招聘启市的职业介绍所 路边污水横流 都是小饭馆图省市 随意倒在路边的干水 不过这种卫生情况倒是不归公安局管 汪红义为曾义介绍道 车站附近最多的 就是直接锁了 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市的企业多 需要的工人就多 这里大部分的职业介绍所 都是手法经营的 只要能介绍工人过去 不管成与不成 企业主都会付人头费的 有时候遇到劳工慌 每成功推荐一位工人过去 职介绍甚至可以赚一千块 不过也有一小部分职介绍 是专门赚外来人员信息服务费的 曾义微微遗憾手 他以前也是跑过江湖的 对于这些事情非常清楚 有些职介绍根本就不做职业介绍的事情 他们专门坑取外地人的信息服务费 这钱一收 就不管你工作的事了 外地人最后多半会选择自认倒霉 顶多是找另外一家更正规的职介所去找工作 往前再走就看到了中化火车站后车楼上那座巨大的时钟 光红一道 我们中化市的火车站有些年头 二十年前曾经重新修建过一次 但现在还是显得有些跟不上发展 市里这两年有计划要把火车站或者汽车客运站搬出去 只是到现在都没能乘航 曾义没有讲话 这是流产跟他还有点关系 当初中化市吉利争取新铁路站 就是要把现有的火车站一起迁走 不仅规划搞出来了 就连资金都到位了 谁知最后铁路站硬生生被家通市抢了过去 这新火车站的事情便被搁置下来了 按照惯例 车站里面的治安是归铁路公安局管 出了车站就归我们市局的站前派出所管辖 区域不大 就是火车站和客运站周围的四条街道 方圆不到一公里 光红一给曾义大概指了一下 倒 不过这里的治安事件却是全是各个派出所的很多倍 曾义看着这巴掌大的地方地方不大 可流动人口太多了 市局各个派出所的人员编制 基本都是按照所辖区域内的人口进行配备的 辖区人口多 编制就多 人口少 编制就少 这个比例因地而异 但一般是一名警察对应800到2000人口不等 这样的人员配置看起来比较科学 没有搞一刀切 但实际执行起来问题也很大 问题就出在这个配置 是按照固定人口和常住人口来计算的 站前派出所辖区内的常住人口不多 所以编制远远小于其他几个派出所 可这里每天的流动人口太多 真要是严格算下来 可能5000到6000人都配备不到一名警察 如此悬殊的比例 治安工作自然很难搞好 毫无疑问 如果实行治安等级制度的话 站前派出所辖区内一定是最严重的黑色级别 而且按照现有的人员配备 站前派出所想要把颜色变浅 也几乎是不可能 曾毅今天选择来这里调研 就是准备在这里打一场硬仗 如果火车站这里的治安搞好了 那么其他区域的治安状况就没有理由搞不好 治安等级制度的成败就在于能不能搞好 站前派出所辖区内的治安 这里也是曾毅检验新思路 新方案最好的试金石了 第856章 速度 曾毅和汪宏毅把站前派出所辖区内的两条街道都走了一遍 最后来到火车站前的广场 汪主任 你说说看 这一片最容易发生的犯罪行为 都有哪些类型 曾毅副手站在那里 问了汪宏毅一句 汪宏毅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在脑子里先捋了一遍 最后到 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 是有固定作案场所的 比如周边的一些饭馆 茶馆 招待所 他们以低价为诱惑 把人吸引进去之后 然后进行强制消费 敲诈 勒索等犯罪行为 第二类 属于是没有固定作案场所的流动作案 主要的犯罪事实就是偷 抢 盗 以及针对外来人员的诈骗 曾毅微微一点头 心到汪宏毅虽然干的办公室主任 但对于治安还有很有心得的 简短两句 就把这一片的作案类型总结的简单明了 只有明白了这些犯罪行为都有哪些固有特征 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干预 汪宏毅看曾毅点了头 便继续说道 针对第一类的犯罪行为 我们比较容易进行管理和整治 而第二类的犯罪行为具有流动性和不固定性 一般难以整治 曾毅这次却不置可否 流动作案是比较难以防范 但并不意味着就没办法整治 整治不到位 只能说明没找对方法 没下真功夫 到那边再看看吧 曾毅看了看前面的出战口 拔脚走了过去 汪宏毅跟着后面 琢磨着自己到底哪里还没有想周全 看样子 曾局长似乎对自己的回答并不满意啊 到了出战口 正好有一趟火车到站 出战口挤满了前来接战的人 出战的人流更是十分汹涌 汪宏毅站在一旁 向曾毅低声讲道 出战口这里 也是犯罪比较高发的一个区域 一些犯罪分子守在站里 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抛取旅客的信息 然后冒充接战人员 将旅客接走控制起来之后 进行犯罪行为 曾毅看着出战的人群 有不少人在走出车站之后 就立刻进行左右官网 或寻找电话亭 或掏出手机 这部分人就很容易成为 犯罪分子的下手对象 其实旅客只要多打一个电话 务必联系到接自己的人 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汪宏毅说的这种情况 像这种类型的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很难做到事前干预 主要靠当事人的警醒 可惜很多人出门在外 反而就是少这一份防范意识 往往因为轻易相信他人 或者少打这么一个电话 两三句话的事情 最后却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出战口站了一会 可能是到站的车次比较集中 出站的人流越来越大 曾毅也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转身准备离开 他今天已经对战前派出所的情况 进行了实地的调查 工作已经完成 心里也有了一些对策和想法 只是还需要再细化 王鸿义就跟在曾毅的身后 心里琢磨着曾毅 今天来战前派出所调研的目的 是对战前派出所的工作不满 还是准备拿这里当治安等级的试验田 又或者是纯粹的调研 这三种可能都有 曾毅上任以来 对市局的很多基层和派出部门 都进行了实地考察 但还确实没有对战前派出所的骗区进行视察 今天是头一次过来 可惜曾毅的话很少 仅靠揣测 汪红毅也很难想明白曾毅的打算 脑子里这么一琢磨 跟着曾毅的步伐就落了一些 汪红毅抬头发现距离曾毅有些远了 正准备快走跟上 突然身后就被人狠狠地一撞 毫无防备之下 汪红毅被撞得往前闪了两大步 好容易稳住身子 汪红毅就准备回身 去看这个把自己差点撞到的冒失鬼 你这人怎么走路的 长眉长眼睛 有人一下冲到了汪红毅面前 狠狠地喝道 汪红毅一时有些反应不及 心道这人有病吧 被撞得可是自己啊 看把我兄弟撞成啥样了 那人一把揪住汪红毅的领子 道 你得赔 汪红毅这才看到 就在自己刚才身后的地方 地上蹲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汉子 再往左右一看 汪红毅发现自己已经被三四个大汉给围住了 汪红毅是做什么的 一刹那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感情是耗子主动来找猫的麻烦了 真是一群不长眼的狗东西 这不是主动送上门来找死吗 啪 汪红毅一伸手 拍掉那人抓着自己的手 冷冷说道 我是吧 撞了人 还他娘的敢动手 那人不跟汪红毅辩驳 直接一顶帽子扣下来 然后就朝左右一招呼 道 撞了人 就得赔 围在旁边的三四个人大汉 立刻上前 这是要自己动手亲自理赔了 上一秒还蹲在地上装受伤的年轻人 下一秒就扑上来 从背后一下抱住汪红毅 嘴里喊着不能走 把人撞伤了就得赔 同时就朝其他几人直打眼色 那几个大汉便有人伸手去夺汪红毅的手提包 有人则去摸汪红毅的衣的裤兜 汪红毅没防备 提包一下就被抢了过去 当时有些着急了 他这个办公室主任 干的是后勤保障工作 出门提包里随时都带着两万元的现金 以备不时之需 瞎眼的东西 敢抢我 汪红毅骂了一声 准备动粗了 他这个办公室主任 也是念过警校 蹲过基层的 手底下还有那么几下子 今天自己真要是被人抢了包 回头传出去 说是市局的办公室主任被贼给抢了 那可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提包被递到旁边另外一个年轻人手里 他麻利翻开包 就拿出了那厚厚的两打子钱 道 这点钱 刚好够我兄弟的医药费 说完 他把包往地上一扔 就准备撤 看到钱到手 抱着汪红毅的人也松了手 几个人一招呼 就准备往人群里去跑去 砰 拿着钱的年轻人转身刚卖不要跑 迎面就撞到了人的身上 当时嘴里就要骂 瞎了你的眼 哼 又一声 话还没骂出口 年轻人的身子就到飞了出去 然后重重地落在地上 再也动弹不得 那两打子钱就掉在旁边 汪红毅一看得清清楚楚 那倒霉的家伙正是一头撞向了曾局长 然后被那一脚踹了回来 没想到曾局长平时看起来丝丝纹纹 这手底下还真不含糊 愣了一下 汪红毅跳了起来 大喝道 一个都不许走 说完 几个剑步追上去 就拽住一个要跑的大汉 随后一个漂亮的过肩摔 就把那人放倒在地 然后狠狠地一脚踹了上去 那几个人一看 全都反了回来 一是要搭救同伙 二是钱没拿到 之前那个蹲在地上装受伤的家伙 回身就扑地上那两打子前去了 汪红毅眼急手快 放开那个被放倒的大汉 猛地一往前扑 就把那家伙给按到在地了 然后猛烈地撕打了起来 一番撕打之后 终于是把那个家伙给制住了 瞎了眼的狗东西 敢抢我 汪红毅制住人之后 依旧是一顿拳打脚踢 他现在恨死了这个家伙 要不是被这家伙突然从身后抱住 老子的包怎么会被抢去 这真是丢死了人 所以汪红毅是真下了死手 打得那家伙一阵乱嚎 等抬起头再看 其余的几个大汉 都已经躺在地上不动了 一个个直哼哼 却怎么也站不起来 只有曾毅冷冷地站在旁边 汪红毅甚至都不知道 曾毅是怎么放倒这几个家伙的 汪红毅这才回过神来 自己太冲动了 作为办公室主任 发生这种意外情况 自己应该先保护局长才是啊 当下他赶紧走到曾毅身旁 道 局长 你没事吧 曾毅没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道 打电话 汪红毅赶紧从地上捡起自己的包 掏出手机看着曾毅 他没明白曾毅要打的是什么电话 报警 曾毅道了一句 汪红毅先是一愣 然后才开始拨号 公安局长打电话报警 这不是划天下之大击吗 曾局长的目的不是叫人过来 而是要检查队伍啊 当下汪红毅就拨了战前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按照这八经的流程报了警 之后不放心 又拨了110 然后就站在那里 等着人过来处理这件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周围聚拢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汪红毅却不禁为战前派出所的人捏了把汗 刚才过来的时候 看到在广场的边上 就有战前派出所设立的一个治安港 可这都过去五分钟了 也没见人过来 你就是用屁股挪 现在也该挪过来了 十分钟之后 警车来了 不是战前派出所的人 而是110的巡逻车 车上下来两名警察 拨开人群进来一看 当时就吓傻了 站在自己眼前的 不正是局长大人吗 往旁边再看 还有局办的汪主任呢 局长好 两名警察上前打了个敬礼 然后直挺挺站在那里 头上直冒汗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曾毅并没有难为那两名警员 而是抬起手腕 看了一下时间 汪红毅就明白曾毅的意思了 当下拿出电话 直接拨给了战前派出所的所长 心到这次怕是有人要倒大霉了 曾局长生了气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自上任以来 处理掉的警员警官 可不是一个两个 更不是十个八个 打完电话 汪红毅又回到曾毅身边 静静等着倒霉的战前派出所所长到来 汪主任 你知道他们刚才的作案时间是多长吗 曾毅指着还躺在地上的几个家伙 突然问了一句 汪红毅看着曾毅 一时没明白曾毅的意思 而且他也答不上来 刚才他忙着拳打脚踢 哪有计算时间啊 从撞人到逃走 总共是五十多秒 曾毅的脚轻轻一跺 到五十多秒啊 汪红毅突然就明白自己之前那个答案 为什么难让曾局长满意 因为自己并没有讲到根本上去 流动作案之所以难以治理 有一个根本性的制约问题在内 那就是警察的速度永远跟不上罪犯的行动速度 罪犯只用一分钟 就完成了从作案到逃跑的整个过程 而警察仅仅是赶过来就需要十分钟 加上车站前这嘻嘻嚷嚷的人群 又非常利于隐藏和逃跑 等警察过来的时候 怕是黄花菜都早已经凉透了 第八五七章 形象 战前派出所的所长很快赶了过来 跑得气喘吁吁 身后还跟了两名民警 来到曾毅面前 他赶紧打了个敬礼 道 战前派出所所长朱云飞 向您报道 请指示 住所长好快的速度啊 曾毅冷冷到了一声 祝云飞的心就开始突突狂跳 他清楚地知道 曾大局长发了火 绝对不是闹着玩的 这段时间撞在曾局长枪口的人 可不在少数了 光是被扒了警服的 就有好几十个了 所以刚才接到汪红一电话的时候 祝云飞两眼一黑 都差点晕倒在地 曾局长铁腕之警可不是说说而已 捏了捏手心的冷汗 祝云飞向汪红一发去求助的目光 他跟汪红一私下里还有点交情 在前段时间的中层大干部调整中 正是汪红一的大力举荐 祝云飞才担任了战前派出所的所长 谁知这屁股还没做热 就又出了这档子事 汪红一也按道祝云飞倒霉 谁能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偏偏今天被歹途通过假装故意额前的 还是汪红一自己 面对祝云飞的求救 汪红一不好明说 也不能不管 只好不着痕迹的微微摆头 事宜祝云飞不要乱解释 通过这段时间接触 汪红一对曾一的性子多少有些了解了 曾一不喜欢一位找原因 推卸责任的部下 但你只要勇于担当 积极改正 曾大局长还是可以容忍你出错犯错的 人非圣贤 孰能无措 在这一方面 曾局长并非是那么不尽人情 局长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我没有带好队伍 没有把工作搞好 我会认真调查此事 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并且接受局里对我的任何处罚 只请局长能够再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 让我戴罪立功 为局里即将实施的治安等级措施尽一份力 朱云飞看着曾一 一番话说的是胆颤心惊 生怕会错汪红一的意 汪红一听朱云飞讲完 心里松了口气 这个朱云飞倒是不笨 完全领会了自己的暗示 一番话说得非常诚恳 把责任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并且还给曾一的处置留下了余地 有些人倒是不缺担当 但往往说话有欠考虑 一下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话说得很直 发生这样的事 都是我的责任 请局里处分吧 这样讲 哪里是在自行处分 分明是在将领导的军 在领导看来 你这人非但没有悔改之意 还是在包庇下属 拒不认错 并且以自行处分来威胁上级 领导正在气头上呢 你这么将一军 领导本来有心从轻处罚 放你一马 听了你这话 也没办法从轻处罚了 那么等着你的结果 多半不会很好 而祝云飞就比较聪明 自行处分的同时 恳求上级能给一次 改正错误的机会 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曾一听了祝云飞的话 脸色依旧冰冷 但话语之间杀气收敛 道 我不听这些 我只看行动 说完 曾一抬脚就往外面走 现场已经聚拢了很多人 再待下去 怕是就要有新的事情发生了 帮红衣赶紧跟上 并且给祝云飞打了个眼色 让祝云飞机灵点 祝云飞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大声喊道 局长 我会在最短时间调查清楚 向您汇报 并且用实际行动搞好 战前派出所的治安工作 曾一脚步没有任何停留 很快就汇入了人群之内 发生这样的事情 曾一确实很恼火 之所以没有当场对祝云飞下杀手 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祝云飞是汪红衣推荐的 曾一还是很看好 汪红衣这位得力助手的 多少得给些面子 再者 曾一也明白责任并不全在 祝云飞那里 战前派出所的治安 存在着很多客观方面的制约因素 流动人口大 监管难度大 广场的情况利于作案 方便案犯隐藏逃跑 派出所的警力严重不足 加上祝云飞刚刚担任 战前派出所的所长 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 战前派出所的治安状况 确实不太现实 不过好在曾一今天的目的也达到了 他之所以来火车站 就是要对战前派出所的实际情况进行摸底 好拿出针对性的措施 彻底改变这一区域的治安状况 等曾一离开 祝云飞就看着地上那几个家伙 喝道 把这几个狗东西给我烤回去 身后的民警和现场的两名110警察就一起动手 上前去烤人 冤枉啊 躺在地上的那几个家伙 还有到现在依旧没明白状况的呢 哼哼唧唧地道 是他们撞了人 不赔礼道歉 还动手打人 为什么要抓我们 我们冤枉啊 祝云飞气得两手插腰 道 今天就让你们好好的伸冤 给我烤结实了 民警没有任何含糊 咔嚓一声 手底下的靠子就又紧了几分 直夹了那家伙之外乱叫 你冤个屁 连我们局长都敢抢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110的警察也是狠狠捏死手铐 一把将地上的家伙拎起来 直接塞进了警车里 把人都塞进车里 两辆警车快速离开现场 只留下现场很多看热闹的人 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抢劫呢 还是额浅 又或者是撞人的人 耍流氓 第二天曾一刚上班 就接到通知 让他到市里去一趟 市长张卫正有请 赶到市政府 走进市长办公室 张卫正坐在办公椅里 跟曾一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站了起来 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 道 曾一同志 左 这次外出 事情还办得顺利吧 曾一稍微一致 便道 谢谢市长挂心 事情办得非常顺利 曾一万万没想到 张卫正竟然还记得自己离开中化时的事情 那时候 自己就是从张卫正这里匆匆忙忙离开的 顺利就好 顺利就好 张卫正笑呵呵指了指旁边的会客沙发 是一曾一一起过去做 他怎么可能忘记曾一 上次从自己这里离开时的事情呢 那个打电话的罗司令是谁 虽然很重要 但只是其次的 关键是曾一那次提出的另外一件事 让张卫正心热不已 那就是创建文明城市 这段时间 张卫正脑子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呢 思来想去 张卫正觉得这件事绝对可以做 中化是有创建文明城市的各种有力条件 最关键的一点 中化市的财政有力量去支持和推动这件事 精神文明最终还要是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 中化市具备了基础条件 但要想成为文明城市并不是有钱就可以办到的 更不是中化市自己有决心就一定能拿得到 当初中化市拿出十个亿来争取新铁路战 这是家通市的两倍还多 可最终中化市也没能争取到新铁路 这件事对张卫正来讲 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你必须要有个真正懂行的人来操作这件事 还要在上面有强有力的助援 这两点 才是能够成功拿下文明城市的重中之重 便利中化市的干部队伍张卫正最后发现 整个中化市的干部队伍之中 真正能够挑起这件事的 怕还是只有增益了 就算你对增益有再多的不满 再多的怨恨 你都不得不承认 这小子的能力太强大了 只要他想干 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 更没有他干不成的事 一个小小的封庆线 最后挑翻了中化市 一个毫无实权的农委主任 却让副市长都退逼三社 这双双渐渐都是名正啊 想明白这个事 张卫正就迫不及待要把增益找来 再认真的合计一下创建文明城市的事情 谁知增益这趟出门 竟然一去就是二十多天 可把张卫正判得是都快望眼欲穿了 昨天增益在局里一露面 张卫正就得到了消息了 他恨不得立刻把增益叫来 可也知道增益这么多天没回来 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张卫正只好强按住心理的急迫 可也只拖了一天 今天又急急把增益叫了过来 今天把你叫过来 是要谈一谈你上次讲的那件事 张卫正看着增益 笑道 对治安系统内的公共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这是一件利于市民的大好事 市里的财政虽然有点紧张 但商议之后 最后还是决定先拿出四千万 来支持你们治安系统的工作 增益大喜 没想到张卫正如此痛快 一开口便是四千万 而且是先拿四千万 这就是说后面还可以再追加 增益当下挺直身子 向张卫正打了个敬礼 道 谢谢市长的大力支持 我们一定会尽之尽力 做好人民群众坚强后盾 绝不辜负是领导的期望 坐 坐下说嘛 张卫正呵呵笑着 白首示意增益不必如此 增益坐下之后 还是没明白张卫正这次为何会如此痛快 要搞治安等级制度 要对市里治安领域的公共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这确实都需要花钱 只靠公安局肯定是负担不起的 当初增益朝张卫正伸手要钱 以为能够从市里拿到七八百万就很不错了 努努力 或许能争取到一千万 这样紧紧张张 也可以先把这件事操办起来 等以后有了钱 再分批分步骤进行完善 没想到张卫正一出手就是四千万 这可是解决了增益的大问题 很多要留待日后完善的项目 这次都可以一步到位了 张卫正如此痛快 倒让增益有些不安 张卫正对自己是什么看法 增益心里很清楚 如果能不见 张卫正甚至都不愿意多看自己一眼 当初把农委从市政府大楼里迁走 张卫正就是这个目的 就算现在自己成为了公安局长 张卫正也没必要如此拉拢吧 对治安领域的公共设施进行升级和完善 不仅可以改善治安状况 提升治安秩序 最重要的是 可以提升我们中化市的文明程度 张卫正看着增益 道 文明扎根于秩序 增益点头表示赞同 心里就有点明白过来了 张卫正这四千万投资的不是治安 而是文明啊 只是张卫正没有明说 增益也不好表态 只得说道 张市长治理名言 文明便是秩序 张卫正便道 我们中化市是经济大事 曾经走在物质文明建设的最前沿 是全国的表率 今后我们也要走在精神文明的最前端 继续做好这个表率 话说得这么明白 增益就知道张卫正的意思了 这是真打算创建文明城市了 当下增益便道 我们公安机关 愿意为我示的精神文明建设 添砖加瓦 尽之尽力 张卫正微微汗手 增益的这个表态 让他很满意 但他要的并不是这个保证 就算没有创建文明城市这档子是 增益 还是会对全市治安领域的公共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增益会拖后腿 因为增益已经走在了前面 张卫正要的是增益的另外一个保证 创建文明城市 使观众大 需要全市所有的部门起心协力 这件事要跟市委常委的领导集体商议 但不管结果如何 都不会影响市里建设精神文明的决心 张卫正看着增益 道 增益同志在多个部门任职 协调经验十分丰富 还希望增益同志届时能够多多献策献力 注视力一臂之力 增益就明白张卫正的意思了 这是要自己能够把这件事操持起来 不仅是做好实际的创建工作 更要做好跟上级部门的协调沟通工作 斟酌片刻之后 增益站起身 依旧是挺直身子 陈生道 只要张市长信得过 增益岂敢不尽力 张卫正眉头顿时舒展 他要的就是增益这句话 只要增益愿意跟自己一块干这件事 那这件事的成功的希望就大增 自己心里的最大疑虑也就彻底消失了 从以前到现在 从现在到将来 我对增益同志始终信任 张卫正也站起身 伸手在增益的胳膊上轻轻一拍 用这种肢体动作 表达着自己莫大的信任 增益再次感到世事无常 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 而在官场 绝没有永远的敌人 面对张卫正今天表达出的和解和合作的意愿 增益没办法拒绝 他和张卫正之间没有任何私仇 有的只是因公事造成的隔阂 但这不能说是谁的错 张卫正当初拿出巨大的魄力 为中华市争取铁路站 增益没有觉得张卫正是竞争对手 反而很赞赏张卫正的这种实干精神 为一座城市争取一座铁路枢纽站 就是花再多的钱 费再大的力气 也是值得的 这是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比起那种滑而不实 花费巨资修建一座广场 只为装点门面的事 增益绝对是赞成争取铁路站的 现在张卫正愿以兵士前嫌 又愿意和增益一起再干一件大事事 增益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在张卫正的办公室谈了足足一个小时 增益才提出告辞 张卫正亲自把增益送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看着增益离开 让那些等着办公室外面要汇报工作的人 经那眼珠子都瞪大了 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事理资金到位 增益就大刀阔斧 对全市治安领域内的公共设施进行大改造 与此同时 治安等级制度开始实施 第一个实施的对象 便是战前派出所 战前派出所辖区内几条街道的路口 全都竖起了黑色的名牌 上面写着 中华市公安局战前派出所治安区域几个大字 每块名牌的下面 都写明了名牌所示的治安区域的范围 从什么路的什么段到什么段 表明了此范围的治安等级 并且注明了此区域内市民应该防范的犯罪行为类型 以及公安机关的重点管制内容 当然 在名牌的最下面 还有此范围负责民警的照片和联系方式 以及报警电话号码 名牌数在路口 等今后全市实施治安等级措施 届时市民每进入一条路 都能清楚自己进入了哪个治安区域 在这个治安区域内应该防范什么 如果需要寻求帮助 都有哪些方式和途径 可以联系哪些人 除此以外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在中化市火车站出站口的对面的广告牌上 新换了一幅海报 上面不是商品广告 而是战前派出所的宣传化 对车站广场范围和周边 最容易发生几种犯罪类型进行了详细总结 并且对如何防范和识破这些犯罪行为做了介绍 每一个从车站走出来的旅客 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幅巨大的海报 想不看见都难 这是按照增益的指示设置的 由市局出钱租下了这块广告牌 进行长期的张贴 目的就是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 来中化打工的人 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家门 没见过多少失眠 这些人最容易上当 或者面对犯罪行为时 常常是举手无措 而这幅巨大的海报 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够轻易就识破多种犯罪手段 面对犯罪时 清楚自己如何寻求帮助 将损失降到最低 海报数起两天 战前派出所的报案率就下降了六成 效果十分明显 不过 也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市委常委会议上 宣传部长就开了炮 道 公安局的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 别人是唯恐家丑外扬 他们倒好 在火车站出站口 堂而皇之竖起那么一块广告牌 不否认 公安局同志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 但这让每一个来到中化市的人怎么想 怎么看 难道我们中化市是一座罪恶之兜 需要实施警惕吗 我们中化市的形象 到底还要不要了 第858章 突袭 回忆室的人都没有着急开口 各自坐在那里喝茶吸烟 目光若有如无地飘向庞东海 公安口的是 庞东海都没有讲话 宣传部长道开了炮 今天这事有点稀奇啊 庞东海坐在那里转着手里的茶杯 面色平静至极 也没有开口的意思 我看没有那么严重吧 市长张卫正 把一支烟轻轻按灭在面前的烟灰斗里 到我们中化市的形象 难道已经脆弱 到了一幅海报就能轻易祭祷的程度吗 我看未必吧 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 我看那就不是公安口的问题了 庞东海的脸色就变了变 最近有传闻 说是市长张卫正力挺增益 还拿出4000万的款子 知识公安局搞公共设施大升级 看来传闻不假 宣传部长崔正更是脸色难堪 市长张卫正这不是为公安口辩驳解释 而是在批评自己宣传口的工作 如果中化市的形象真的用一幅海报就能击垮 那肯定就不是公安口的事情了 而是宣传系统没有做好工作 张卫正捧着杯子喝了口茶 压根都没有看崔正一眼 他对崔正其实早就不满了 当初蒋红没被免职之前 中化市各种负面新闻不断 可也没见这位宣传部长有什么作为 现在公安口不过竖起一面宣传海报 他崔正就跳出来大喊大叫 仿佛多了这幅海报 中化市就暗无天日一般了 中化市形象受损 最该负责的就是崔正了 没人找你崔正的麻烦已经是你的运气 你还有什么脸去挑别人的错 张卫正捏了捏杯子 他对崔正今天这一出太明了了 当初崔正任由中化市负面新闻不断 目的不过就是为了搞掉蒋红 他崔正和庞诺还好地穿一条裤子 中化市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会场更是没有人讲话 大家琢磨的重点 已经从崔正向公安口开炮 转移到张卫正 向宣传口开炮了 今天这个会开的确实稀奇 崔正向公安口开炮 这明显有点多管闲事了 可张卫正竟然也向市委那边的宣传口开了炮 市委书记赵真吉自然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有点不高兴 一是脑崔正今天开炮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 巴掌大的一块广告牌 难道还能搞乱中化市 至于在这里大喊大叫 上纲上线吗 二是脑张卫正 批评宣传口 这明显是在批评市委这边的工作了 三是有点惊讶 张卫正居然会为曾一讲话 这确实令人吃惊 治安工作要抓好 中化市的形象也要做好 赵真吉看了一眼旁东海 道 公安口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尽量把事情考虑得更周全一些 庞东海点了头 道 这件事我来处理 赵真吉不想纠缠这事 重新把会议拉回正题 开始讨论下一个议题 会议结束之后 张卫正追上赵真吉 笑着拍拍手上的提包 道 前几天去省里开会 领导分了点好茶 不敢读想 今天特意带了过来 班长也尝尝吧 赵真吉便知道张卫正是有事找自己商量 笑着邀请道 那今天就沾沾你这个大市长的光 走 到我那里坐坐 我也世界花线佛罢了 张卫正笑笑 和赵真吉一同往办公室方向去了 他准备向赵真吉讲一下创建文明城市的想法 看看赵真吉是什么态度 庞东海会后就派人去了公安局 讲了讲广告牌的事情 婉转批评了公安局的这种做法 第二天 出站口的广告牌就换了内容 不再是犯罪类型的宣讲内容 而变成了温馨提示 海报上两名危言警察在敬礼 旁边几行大字 欢迎您来到美丽中华 民警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如需帮助 请拨打电话 XXXXXXX 或110 中华市公安局将为您打造安全中华 这就有点像是商场 餐厅 公交车上的看好随身物品 注意爬手的提示 谁也说不出什么闲话来 只是在很多人看不到的地方 增益反而加大了宣传力度 车站外面是看不到公安机关的宣传海报了 可在车站内的出站通道之中 公安局却一下买了七八块广告位置 将车站附近常见的几种犯罪类型的特点 和破解方法 全都做成了一块块广告牌 一路悬挂 就像连环画似的 每一位出站的旅客在出站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到 庞东海和崔征自然是得到了反馈 心里恨得直痒痒 但也拿增益没有办法 增益在中华市向来就是独立特行 压根就不会把任何人的批评放在眼里 你批评也就是过过罪隐罢了 真能拿他怎样 真到翻脸 这小子 搞不好再给你一出上级突袭娱乐场所的行动 到时候看谁更倒霉 对于增益这阳凤阴违的行为 庞东海和崔征只好是争一眼闭一眼 装作是没有看到 这顶多就是工作方法不对 靠这个 你根本还拿不住增益 这小子完全就没有任何把柄在你的手里 战前派出所实行新的治安等级制度后 效果立竿见影 增益便开始在全市进行推广 两周的时间 全市各大街道全都竖起了治安等级牌 市局各派出所辖区也进行了微调 更加方便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 增益对市局各个派出所的编制也进行了调整 编制不再是按照派出所为单位来确定 而是按照新的安全等级区域进行配置 安全等级高 需要的警力就少 安全等级低 需要的警力就多 如此解决了警力分配不合理的状况 并且根据每个片区治安等级的变化 实现了警力的合理流动 警力分配不再一成不变 等治安等级制度实行起来之后 增益又着手增强各片区之间的协调能力 以及公安机关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加强了110的设备和力量 大力提高特警队的装备和训练水平 在增益推出这一系列组合拳之后 再加上之前队全市 两抢一道的整顿 中化市的治安状况大为好转 警队风气也为之一变 按照增益的话讲 现在的中化市警察队伍 才是一支真正能打能用的坚强力量 而在之前 中化市的警察队伍根本就是在混日子 完全就拉不出来 这段时间 增益还抽空去了两趟京城 龙青泉的恢复情况很好 在京城医院的精心治疗之下 现在龙青泉已经下了床 可以坐在轮椅上进行外出活动 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 也可以站起来走一段路 只是比较费力 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想要恢复正常的行动 就不是两三个月就能办到的了 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进行恢复 再次从京城回来的第二天 增益就接到了省厅副厅长张俊宇的电话 张廷有什么指示 尽管吩咐就是了 增益电话里淡淡笑着 他现在跟张俊宇算是比较熟了 私下里电话中的口气也比较随便 今天打电话 还真是带了指示的 张俊宇电话里讲的倒是一本正经 不过这语气也是带着笑意 增益便道 请张厅指示 张俊宇断了一下 问道 你们中华市局的治安等级措施 已经施行了有一段时间了吧 快三个月了 增益说道 不知道张俊宇为什么会提这件事 张俊宇电话里吴了一声 道 前几天去向于厅长汇报工作 我把你们中华市局的这个治安分级措施顺口提了一下 于厅长很感兴趣 增益便明白过来了 张俊宇在于建明面前讲这件事 就是要让自己在省厅领导面前露露脸 这可是一份大人情 增益赶紧道 太感谢张厅了 你让我怎么谢你呢 那还不简单 张俊宇电话里哈哈一笑 道 后天我到中华市 你做好接待准备 增益便道 这是自然 不管张厅什么时候来 我一定都是隆重欢迎 热情接待啊 张俊宇这才道出正题 道 届时还会有个考察队伍 考察的对象就是你们中华市局的治安分级制度 你可要做好这篇文章啊 增益哈哈大笑道 保证不让张厅失望 如果考察结果满意的话 不出意外 你们中华市局应该很快就能拿回所有的荣誉称号了 张俊宇道了一生 暗示自己会从中卧旋协调 争取尽快帮中华市局拿回荣誉称号 毕竟这是中华市局的一大耻辱 增益嘴上不说 心里肯定不高兴 张厅都搭好了台 我们这出戏必须唱好 增益再次保证道 行 那就后天见 张俊宇便笑呵呵地挂了电话 他该提醒和交代的都已经说到了 剩下就看增益能不能唱好这台戏了 当然 张俊宇对增益的办事能力还是很放心的 挂了电话 增益让汪红已吩咐下去 今后几天全局干警要全员在岗 至于其他的准备便一个都没有了 增益并不喜欢刻意做什么准备来迎接上级的考察 只要保持全员在岗 接受上级的考察便可以了 考察是一个向上级展示成绩的好机会 但在增益看来 也是一个检验安全等级制度的好机会 他更期望 上级考察团能够挑出这个制度的不足之处 不过这次的考察毕竟是张俊宇帮忙促成的 增益也不希望出什么意外的事件 让张俊宇无法收场 一番斟酌之后 又交代徐力在考察团到访当天 增派人手暗中随行 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两天之后 张俊宇带着省厅的考察队伍 早早地来到了中化市 增益领着局领导班子成员 前往高速出口进行迎接 用最高规格接待张俊宇一行 路口一番寒暄之后 张俊宇看看时间 道 时间还早 是不是先去实地看看你们的工作成绩 增益道 就按张廷的意见办 张俊宇故意板起脸 道 可不许搞什么花样 考察团要看到的 一定要是最真实的情况 增益道 张廷放心 我们这次没有做任何刻意的准备 平时什么样 今天还是什么样 保证真实 张俊宇这是帮增益做戏呢 哪知道增益是真的什么都没准备 甚至联局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 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有考察员这么一回事 当下张俊宇问道 中化市哪个治安区域的等级最低 增益回答道 是战前派出所负责的区域 位于火车站和客运站附近 张俊宇便拍了板 道 那就去火车站 当下几辆车子归为一条成龙 在中化市局开道车的引领下 就朝火车站的方向驶去了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每经过一个路口 考察团的成员 就能看到在路口设置的安全等级警示牌 大家以前从未见过 纷纷称奇 在车上就议论了起来 以前搞了那么多次考察活动 所见所听 基本都差不多 完全没有什么新鲜花样 谁知这次到中化市 倒真的看到了不同之处 战前派出所最早施行治安分级制 又是等级最低的区域 这段时间所长驻云飞可是下了大力气 如果等年底评比的时候 无法提升辖区的安全等级 那自己这位所长可就要下岗了 考察团把车子停在车站广场 然后分为好几路 对战前派出所区域内的治安分级措施 分别进行考察 等最后回到集合地 每位考察组成员都很满意 他们确实看到了跟以往所不同的改变 新鲜的地方非常多 而且这里的治安措施也没有搞一刀切 而是根据辖区内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 主动和被动的措施都有 非常有针对性 效果也很明显 考察组的成员随机调查一些行人和出站的旅客 得到的反馈也很好 尤其是对位于出站通道内的宣传海报 很多人都说看了提高了防范意识 感觉警察很用心 结束队战前派出所辖区的考察 吃过午饭 张静宇又提议 去一个安全等级最高的区域再看看 于是车队又去了中华市的高新园区 等结束队高新园区片区的考察 就是半下午了 该看的都看了 接下来就是听了 考察团的车队便前往中华市局 准备听取中华市局关于治安分极致的工作汇报 车队到达中华市局门口 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之后 考察团成员就在增益的引领下 往市局大楼里面走去 今天的考察可是大开眼界 大有收获啊 张静宇道了一句 说给曾一听 也说给考察团的其他成员听 这是要为今天的考察定个调子 是啊 是啊 大有收获 考察团的成员纷纷附和 倒不完全是涉于张静宇的威权 而是今天的考察确实大有收获 请各位领导到楼上的会议室休息 曾一在前带路 他也对今天的考察很满意 至少这说明中化市的治安分极致改革 是成功的 排脚正要往里面走 市局门口路边的人群之中 突然冲出一个年轻人 瘦瘦的 看起来很文弱 戴一副眼镜 无耻银贼 文弱年轻人大喊一声 突然右手一挥 从衣服里抽出一把菜刀 静止就往这边闯了过来 我的妈呀 现场的考察团成员顿时都慌了 谁都没想到会突然杀出这么个胸脯来 看架势 这是要拼命啊 俗话讲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今天突然跑出这么个不要命的 又是出突然 考察团的人全都惊出一身冷汗 齐齐往后退了十几步 免得被这个持刀胸脯给冲上了 这可是要命的啊 胸脯往前冲了二十多米 眼看就要到考察团的跟前了 中化市局的队伍中突然冲出一人 闪电般的迎了上去 一个漂亮的空手入白刃 就把对方的菜刀给夺了下来 然后猛的一扭一按 胸脯就被按到在地 只发出一声惨叫 便再也动弹不得 出手的正是徐力 他现在已经是特警大队的队长了 算是中化市公安局的一名中层领导 今天也出现在欢迎考察团的队伍之中 按倒胸脯 徐力二话不讲 朝旁边一招手 立刻就有两名警察上前 拖着那胸徒就快速离开现场 从胸徒出现到被制服拖走 前后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考察团的成员各个心有余计 半天没回过神来 大家是来考察的 可不是来送命的 今天真要是让这胸徒冲进了考察队伍 怕是就要制造出东江绳 有史以来最大的警戒惨案了 万幸啊万幸 好在是胸徒被制服了 徐力此时来到曾义面前 脸色很不好看 事前曾义还特意嘱咐他 让他暗中派人随行 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谁知千房万房 最后还是出了事故 而且就发生在市局的大门口 这让徐力很窝火 觉得对不住曾义的器重 无法向曾义交代了 曾义脸色自然也不好看 不过这并不是在责怪徐力办事不利 这种意外事件 本来就是防不胜防 但曾义不知道今天这一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有人蓄意制造呢还是纯属意外 当下曾义朝徐力打了个眼色 是以徐力去把事情搞明白 徐力一点头便转身快速走了 追上刚才那两名警察 准备审问那名凶徒的动机和目的 第859章 黑白处突演习很真实 反应也十分迅速 一阵沉寂之后 张俊宇出来为曾义打了个圆场 哦 但下次绝不能这么搞了 太吓人 出了事故怎么办 简直是胡闹 现场的气氛就活了过来 考察团很多成员刚才都被吓得不轻 但听了张俊宇这话 纷纷表现出一副镇定神色 仿佛自己从来没受到惊吓一般 身为省厅考察组的成员 却被一个持刀凶徒吓得惊慌失措 这传出去成何体统啊 只是大家根本没弄清楚 刚才那一出到底是突发事件呢 还是中化市局安排的处突演习 要说不是突发事件吧 刚才那凶徒的架势也太逼真了 那明明就是要冲过来拼命的 可要说不是突发事件吧 那中化市局的处突能力就太强了 从凶徒跳出来到被制服拖走 前后不过半分钟 这种处突速度 如果没有实现演练的话 根本就达不到 光是和歹徒搏斗 就需要一个过程吧 好在是没有人受伤 加上张副厅长已经定了调子 考察组的成员 就只能当这是中化市局 安排的一次处突演习了 目的是接受考察组的检阅 刚才那位制服凶徒的同志 身手很敏捷吗 如果不是演习的话 我差点都要出手了 考察组的成员定住神 一番一论 就连现场的中化市局领导班子成员 也把刚才的突发事件当做了是一场演习 增一项张俊宇地区一个感激的眼神 他很清楚 刚才那绝对不是什么演习 好在是徐力反应神速 不然让那凶徒闯了过来 今天中化市局可就要捅出天大的篓子了 张厅长 各位领导 请到楼上会议室休息 增一再次发出邀请 等张俊宇一台步 就在前领着考察组一行人进了市局大楼 到会议室坐定 增一就开始为考察组汇报 中化市局的治安分级制度 从这个措施出台的原因 到新制度的详细执行过程 以及执行后中化市治安状况的变化情况 详细为考察组做了一个介绍 并且回答了考察组成员的各种提问 等汇报结束 时间就不早了 安排考察组用完晚餐之后 增一又和市局的一行领导 亲自把考察组的车子送到了高速入口处 再次回到市局 徐力已经等在了增一的办公室门口 看到增一回来 徐力上前两步 面有愧色 道老板 我让你失望了 增一摆摆手 示意徐力不必有什么思想包袱 道 进去说 进了办公室 增一拿出杯子喝了几大口水 才问道 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 那名凶徒是针对谁而来的 徐力嘴角动了一下 但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增一 增一就有些意外 难道那凶徒是冲自己来的 这太令人意外了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会在市局门口 当着那么多警察的面 公然行刺公安局长 这不是主动找死吗 再者 那名凶徒抽出菜刀之前 喊了一句 无耻银贼 这说明今天凶徒行刺 并不是因为公安局最近的治安措施 触犯了他的利益 而是因为私人恩怨 这就让增一纳闷了 自己连那人是谁都不知道 更是见都没见过 怎么会被扣上一个银贼的帽子呢 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况 增一就坐到办公椅里 看着徐力问道 那人的身份何时了没有 凶徒就是中化史人 叫李天堡 是中化史飞飞影迷会的会长 追星族 徐力说话的同时 从兜里掏出一张报纸剪影 端端正正放在了增一的办公桌上 增一伸手去拿报纸剪影 他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影迷会会长 银河会对自己有那么大的仇恨 只是拿起那张剪影 增一便明白了 这是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 照片上的两个人增一都认识 一个就是那位新生代女神影星飞飞 而另外一个人便是增一了 照片上飞飞笑颜如花 站在增一的身边 一只手很自然地挽住增一的胳膊 增一便把那张照片摔在了桌上 心中隐隐有些恼火 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 增一最清楚 这是治好了飞飞的红眼病之后 董立阳特地带着飞飞前来致谢 吃饭的时候 飞飞提出合影的要求 增一没有拒绝 一者是看在董立阳的面子上 增一没法拒绝 再者合影要求一般都是大众向明星提出的 现在飞飞这位明星主动找增一合影 增一确实不好伤了她的自尊 当时这张照片还是由董立阳亲自操作 用飞飞的手机拍摄的 谁知现在这张照片就闹出了风波 增一当时提醒董立阳 就是出于这种原因 和曝光率很高的明星搅在一块 迟早会出意外的 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增一问道 她不知道飞飞的脑子是怎么想的 简直是愚蠢透顶 私人手机上的照片能出现在报纸上 那只有一种可能 照片就是飞飞自己提供的 徐立道 据李天宝讲 是来自港岛一家娱乐报纸昨天的报道 增一恼火的同时 也不禁要佩服这追星族的痴迷程度 港岛报纸的一则花边消息 她居然也能知道 这痴迷程度实在是令人惊讶 不过若不是这种痴迷程度 怕是也干不出到公安局刑刺局长的蠢事来 给我找一份报纸的原文 增一吩咐道 不用想都知道 这报纸上绝对没有好话 甚至很可能是在肆意摸黑 否则那李天宝绝不会喊出淫贼这样的话 报道社会新闻的记者都能混淆黑白 编出外国火雷锋缆车让学生过马路的新闻 更别提是向来都不用负责的画编消息了 他们自然是什么都敢讲 就是从他们嘴里讲出 母猪会上述的话也是一点都不稀奇 徐立点了头又道 李天宝怎么处置 增一道 按照规定 正常处理 增一懒得跟李天宝这种人计较 这不过是个超级追星族 你跟他计较没有任何用 他的世界里只有明星 明星的一言一行 他看得非常重 而其他人对他来讲 就全都是空气了 徐立便明白增一的意思了 心道李天宝也是运气好 碰到了增老板这个理智而大度的人 否则这辈子怕是都得在班房里度过了 刑刺公安局长这事是可大可小的 大了就是反社会那是要从严从重处置的 小了是寻衅滋事 鉴于刑刺未遂 增老板又不愿意追究 那就是批评教育外侠拘留 徐立出去之后 增一就抛出电话打给了董立扬 增局长有何指示啊 董立扬接起电话 弥勒佛的笑着 增一道 老董那个菲菲是到底是怎么搞的 董立扬一愣 不明白增一这话从何而来 但知道肯定是菲菲闯祸了 道 增老弟 你先别生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可是一头污水啊 上次吃饭 菲菲找我合影 现在那张照片已经登上了报纸 增一说着 道 就在刚才 有一位菲菲的影迷 已经拿着菜刀 到公安局的门口来找我理论了 董立扬大吃一惊 增一是局长 说话自然不会那么直接 可哪有拿着菜刀 到公安局门口找人理论的 这分明是行刺啊 这还了得 到公安局门口行刺公安局长 还从没听过这样的事情呢 曾老弟 我董胖子这里先给你赔个罪 董立扬急忙说道 这件事我马上就去调查 等事情调查清楚之后 我一定会给曾老弟一个满意的交代 增一叹了口气 道 交代道不必了 不过老董 你以后可真的注意了 董立扬一头的细汉 连连道 是 这事都怪我 我应该听曾老弟的劝啊 董立扬现在确实有些后悔 之前曾义就提醒过他 可他没有当回事 觉得这不会出什么问题 谁知现在因为非非的事 竟然把曾义给牵扯了进来 还闹到影迷到公安局门口搞行刺的地步 这实在让董立扬后悔不迭 他知道曾义的能力通天 可要因此影响到曾义的官身和前途 那就是闯下天大的祸事了 就算曾义不追究他 那今后这个朋友也没得做了 甚至还有面临巨大的损失 曾义背后的影响力有多强大 董立扬是亲身有体会的 事情已经出了 曾义也不想再讲董立扬太多 说完事情便挂了电话 董立扬那边却炸了窝 扔下手上的事情 就匆匆出门去了 他得赶紧找到非非 把事情的来龙去卖弄清楚 这可真是要了老命 混了一辈子 怎么零了老了 竟然出了这么大岔子 徐立很快拿到了报道的原文 是影印版的 不是原件 但这并不影响曾义了解报道的内容 正如曾义所猜测的那样 报纸上大大的标题 女神非非遭遇恶霸局长骚扰 抢颜欢笑 至于报道的内容 自然也没有好话 不过还挺有逻辑性的 说是非非近日在东江省拍摄新戏 期间遭遇地头蛇增议 非非被屡屡骚扰 不堪忍受 甚至受到惊吓恐吓 以致躲着不敢露面 严重影响了某电视剧的正常拍摄 报道的里面 甚至还引用剧组某化妆师 某灯光师的证词 啪 曾义一把将报道拍在桌上 真是岂有词理 自己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个剧组 又何来这么多言之凿凿的证词 照片上明明是笑颜如花 报道里却说是抢颜欢笑 这颠倒黑白的本事 不是一般的得啊 第860章 风波 老板 要不要我去查一查 徐丽问道 这报道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啊 曾义摇了摇头 徐丽这帮子人确实有些不凡之处 但这事已经登了报 那就是明年上的事情了 不适合让徐丽再去动干戈了 再者 娱乐圈的是 徐丽这帮武夫操作起来 那也是盲人魔像一般 很难抓到个重点 这是我来处理 曾义特意交代了一句 怕徐丽暗地里又要搞什么动作 今天徐丽在工作上出了岔子 正憋着竟要找回厂子呢 自己不交代一下 徐丽很可能就要去行动了 徐丽确实由此打算呢 现在曾义一交代 她就不能再私下行动了 只得闷闷地点了头 等徐丽离离开之后 曾义坐在办公室稍作思索 便又拿起电话 拨给了港岛富豪蔡成李 曾先生 您好啊 电话里传来蔡成李的声音 她一直保持着港岛的习惯 不跟人称兄道弟 也不称呼官职 始终保持客客气气的先生称呼 很抱歉打搅蔡先生了 曾义说道 没有 没有 我现在有空 曾先生有话尽管讲便是了 蔡成李呵呵笑着 她这几年始终跟曾义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曾义便直入主题 道 有一件事 我想请蔡先生帮忙调查一下 昨天港岛的娱乐媒体上 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娱乐消息 内容完全是子虚无有 我想知道这篇报道的内情 蔡成李有些意外 她平时也很少关注这些话编消息 所以并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只是关于曾义的话编消息 竟然能登到万里迢迢之外的港岛媒体上 这确实让人惊讶 当下她道 既然是曾先生相托 那这是我肯定会调查清楚的 曾先生放心便是了 那就拜托蔡先生了 曾义道 客气了 客气了 蔡成李的语气非常客气 道 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寒暄几句 曾义便挂了电话 然后盯着那份报道在琢磨这件事 照片能够登上娱乐媒体 这肯定是跟飞飞有关 因为只有她才有这张照片 但要说这篇报道是飞飞在自我炒作 或者是对手故意抹黑 又或者是鱼记瞎血 那就绝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篇报道与其说是在报道飞飞 不如说是完全冲着曾义来的 这字里行间 白纸黑字 全都是在抹黑曾义 在刻意塑造一个恶霸流氓局长的形象 曾义不是第一次遭遇对手的抹黑和算计了 可以说 曾义这几年碰到过各种各样的对手 也见识过形形色色的招数 不管是明的暗的 观面的四面的 曾义都见过 只是这次的招数 曾义还真是头一次遇到 以前不管招数多歹毒 至少都有技可循的 风波也都产生在特定的空间 很少能脱离了官场这个范畴 可这次的风浪却起在了万里迢迢之外的港岛 而且是从跟官场八杆子打不着娱乐圈挑起的 这让曾义多少有点无处下手的感觉 晚上的时候 董立阳又把电话打了过来 道 曾局长 照片的事情我已经弄清楚了 呜 曾义电话里嗡了一声 等着董立阳的下文 董立阳话还没讲 额上又是一头戏汗 道 照片肯定不是菲菲交给余记的 这点请曾局长务必相信 据菲菲讲 这张照片她只给一个人看过 那就是她现在这部戏的女二号 叫做魏思思 当时魏思思还拿了菲菲的手机翻看 照片极有可能是从魏思思这里传出去的 这件事我会继续追查的 曾义又吴了一声 脑子里琢磨着这件事 董立阳的说法和她的猜测差不多 照片不太可能是菲菲提供给余记的 这是有人得到照片后故意掀起风浪的 董立阳听曾义反应平淡 额上的戏汉就更多了 道 那篇报道我已经看了 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 菲菲今天晚上就会发表声明 来解释照片的事情 并且起诉那家娱乐媒体 曾义便打住了董立阳的话 道 声明先不用发 这件事我来处理 这 董立阳便有些迟疑 她是个聪明人 也看出这件事有点蹊跷 但毕竟是因为自己的失误 才把曾义牵连到了 她必须要有个态度 曾义平静说道 这是很可能是冲我来的 这是冲我董立阳来的 董立阳赶紧说道 声调提高八度 道 等她清楚是哪个王八蛋在捣鬼 我董立阳绝饶不了她 曾义也知道董立阳的心意 道 我们静观起便 且看这跳梁小丑如何把戏演下去吧 那我听你的 暂且先忍耐两天 什么时候需要我董立阳出手 你打个招呼便是了 董立阳心里踏实了不少 曾义能这么说 至少就不会这是过分怪罪自己 挂了电话 董立阳黑脸坐在沙发里 半天没有吭声 估计在生着闷气 老董 飞飞像受了气的小媳妇 挪到董立阳身边 伸手摇了一下 道 不就是一张照片吗 娱乐记者向来都是胡说八道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发个声明解释一下就是了 别生气了好不好 董立阳一抬手 把飞飞推开 张嘴想说什么 最后又放弃了 有些事跟飞飞这种女人根本讲不明白 讲了也是白讲 最好不讲 如果你飞飞发一则声明 事情就能彻底平息下去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否则曾局长也就不会要求先不发声明了 凡是牵扯到花边飞文 就没有能够辩解清楚的时候 只能是越辩解越麻烦 在现在这个时候 最好的做法就是静观其变 如果事情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影响就仅局限于港岛娱乐媒体的一篇娱乐报道 一则港岛小报上的花边消息 还很难影响到东江 那时候只要掐住这个小报就可以了 如果事情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对手就是巴不得把事情闹大 本来大家还不知道这件事 你这时候发一则声明 非但解释不清楚 反而是唯恐天下不知 正好落入了对手的算计之中 这段时间你哪儿也别去 董立扬从沙发上站起来 狠狠地对飞飞道 就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不管什么人来问 什么都不许讲 飞飞便有些不高兴了 道 那我的戏怎么办 戏 董立扬冷冷哼了一声 道 我告诉你 你这次闯下了天大的祸事 如果这件事解决不好 别说是你的戏 就是我的生意 也别想做了 飞飞瞪大了眼睛 她很难明白董立扬的话 在她眼里 董立扬就是无所不能 手眼通天的财神爷 跺一脚 商界都要颤三颤 就是东江省的省长见了董立扬 也是要客气几分的 可现在为了一张照片的风波 竟然说出了这样严重的话 老董 我 飞飞一时有些猛了 她完全无法理解 那篇报道胡说八道 受伤最深的可是自己啊 这会影响自己在娱乐圈和粉丝心中的形象 现在自己都还没有叫去呢 董立扬先发了火 至于嘛 不过一张照片 难道就能让你的生意做不下去 董立扬现在没心情跟飞飞的纠缠 道 这段时间 你给我好好的反思 以后少在外面线 扔下这句话 董立扬扶袖而去 关于照片流出去的过程 她刚才都没好意思在电话里对曾一讲 这帮明星什么都爱笔 什么都爱线 不过是在片场休息的时候 女儿号说自己在东江省的人脉有多宽广 认识什么公安局长的儿子 飞飞就把何曾一的喝给迎斗了出来 说认识公安局长的儿子算什么 我这还认识公安局长本人呢 这嘴头上的便宜是占到了 可因此却闯下了天大的祸 真不知道她的脑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到了第二天 事情便朝着曾一最不愿意的方向发展了 一些省份的娱乐小报纷纷转载了这篇报道 只是没有那么明目张胆 引去了曾一的名字 并对照片中曾一的脸做了遮挡 只说是飞飞在东江拍戏 遭遇了某市公安局长的骚扰和纠缠 不过这并没有挡住飞飞粉丝们的愤怒 凭借港岛那家娱乐报纸上的照片 他们很快就翻出了曾一的老底 飞飞的粉丝就陆续从全国各地会接而来 说是要搞一个什么保卫飞飞的行动 中化市公安局的门口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人 只是没有再出现像李天宝那样迟到硬闯的情况 就连公安局对面的中化市百货大楼 也未能逃过一劫 听说百货公司经理出门的时候 被飞飞的一群粉丝给堵上了 非要这位经理承认一件事 那就是受到了曾一的威逼强迫 才在百货大楼冲着公安局的那一面 竖起了飞飞的海报 百货公司经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最后选择报警 才得以逃脱这帮人的纠缠 心到这些人就是疯子 百货公司竖起这块广告牌的时候 曾一还不是公安局的局长呢 哪来的威逼又哪来的强迫 事情闹了两天 曾一就接到了省厅副厅长张俊宇的电话 曾老弟你是怎么搞的 张俊宇的语气很急 到前几天的考察结果 于厅长非常满意 本来都在商量发还你们中话 是具荣誉称号的事了 怎么又闹出这一档子事来